来 欢迎您来到李教练的驾训世界 给您开车上路的标系列 当您行驶于高速公路上 随时得注意前方车型动态 并因一速线标志决定 在高快速公路最高及最低速线 并不是一律都以时速110公里 在行驶哦 所以当注意该路段的行车速线 由于汽车工业的迅速蓬勃发展 到现今高科技广泛应用 汽车作为路上交通运速载具 以具有高效能的引擎系统 加上人工智慧的电脑辅助 安全升级驾驭随行 以至于油门踏板 轻轻一触就能标速行驶超速度 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然而我们非常害怕 这种貌似又不长眼睛的家伙 天啊 车是怎么开的 前驱之鉴 网路流传这种疏忽 轻率 随心所欲 自以为技术高超 与任性超速进食的驾驶行为 终将致死其果 害人害己有 在高速或快速公路上行车 因为路面宽阔 波平弯环 驾驶人 一提高警觉 随时注意速度 以免超速行驶 请再注意 看到前方车道的车道线了吗 一段一段的白须线 这是车道线 国道一号 开辟时 乃采用 美国洲际公路的规格 每一车道宽度是3.75公尺 设置规则 白须线 线段 长为4公尺 间距6公尺 所以 与前车保持 多少安全距离 就看与前车 有几段的车道线 5段的车道线 就等于有 50公尺的距离由 当小行车 高速行驶时 前后 两车间 只行车 安全距离 在正常 天后状况下 当一 车辆速率 只 每小时公里 数值 除以2 单位为 公尺 来换算 而大行车 则减20 若小行车 高速行驶 时速 100公里 就得 与前车 保持 50公尺的 安全距离 而 大行车 时速 100公里 则 得与 前车 保持 80公尺较长的安全距离 以防 紧急 刹车时 有较长的缓冲 安全距离 所以 当您在 高速公路上 奔驰时 具备的 安全防卫行驶的 FU 就很重要了 再者 若在 不塞车 正常 车流的 行驶下 走在 内测 车道 速度 若 还不到 100公里 归宿 行驶 当心 会被 开单 取缔 而行驶在 中线车道 都得需 80公里 以上的速度 来 跟上前车 并保持距离 以测 安全哦 注意咯 不仅 注意 车前 动态 小心 与 前方 保持 安全 距离哦 也得与 左右车道的 车流 保持 安全 间隔哦 这种 自以为 是 好莱坞男星 玩命 关头的 保罗沃克的 驾驶行为 既无 保持 与 前车的 安全距离 也 任意随性 在车道间 悠游操车 简直 在 玩命 他车 受到 惊吓后 哦 诺 失控 撞上护栏 实在 惨 不能 毒